我是毛统华 我在嘉兴 我能嘉兴南站 我刚下车 准备出站 带大家看一下 嘉兰南站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走 这是我坐的车 我已经下车了 给你们拍了车 我准备出站 往前走 这里写着游客止步啊 这里是进展口 不是出站口 出站口 在 这个地方 走 我们走下这个 台阶 因为台阶比这个快 走 这里出去 很多老哥在拦着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要出去 走 出来了 这个出站流程 不是很便捷 但是我出来了 走 我们上去 我们上岸 成功上岸 这里 这里啊 有一个 卫生间的标志 我要去 上个卫生间 然后 从这个 安全出口 走出去 好了 我们走 这里有个 小型通道 我要走这个通道上去 走 走 上来了 上来了 这里是 镂空的楼 我们往另外一边走 走 出来了 现在 这里是 湘西南站的外围 我准备 往前方走 前方啊 有个停车场 我车停在那边 我得去停车场 走 其实我的这个 左右边啊 这边也是一个停车场 而且非常空 但是呢 这边这个东西是要收费的 我们就不在这一带活动了 我们去一个 不收费的地方 看一下 需要车 走 就在前方 100米的地方 过这个红绿灯 我们就到了 问题 这红绿灯怎么被 被拦掉了 有没有什么说法呢 原来 他赶到了前面 往前走 200米 就是红绿灯 这是有一定设计的 有一定风流作用 不吹不黑 我们走 就是这个红绿灯 我已经走了500米了 终于见到第一个 轮行道了 太不容易了 很多人没有 出过嘉行南站 不知道出站 流程是这样的 我拍这个视频 就是告诉你们 这边什么情况 走 过来了 停车场 在我前方 300米的地方 本来 很容易的走过来 它这个红绿灯一栏 斑马星一栏 感觉我 至少多走500米 不管它了 往前走 好的 我已经上车了 找到我的车了 我溜了溜了溜了 视频结束了